至於Evernote其實還有一些功能 我晚一點再說 我們現在想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Evernote有電腦版的程式 電腦版的程式比手機的程式有一個好處 你可以再多換一個軟體是什麼 你可以去抓網頁看到的東西 把它抓下來記在幾十分鐘 那我要先講一下 我們用的Evernote我們灌在手機上 像我們灌在這個手機上 你要看這些內容 首先都一定要有網路才行 先跟各位講 我們講的是試用版 Evernote是試用版 一個月可以上傳60MB的量 其實說多不多 說少 還是有點少 但是你只是記文字 幾張簡單的照片 你一個月超過60MB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但是如果以後你常常有錄音 錄影 拍照也拍了很多 差很多照片 一個月超過60MB是常有的事情 OK 那待會兒我介紹那個電腦版的 抓網頁的那個程式 那個到時候一用上去 那個量就增加很快 那我先跟各位預告一下 就是說 以後如果各位這個Evernote 用得很熟了之後 你可以自己去斟酌 因為現在試用版是 每一個月你可以上傳60MB 每個月可以上傳60MB的量 所以一個月 假設在這個月當中 超過了 已經要超過60MB 對不起 還不讓你再新增即時 然後呢 等到一個月過後 都從零開始算 你又可以再上傳60MB 你打的這些資訊 它都會存在所謂的雲端 然後你存的量沒有上限 只不過它唯一的限制就是 每個月60MB 但是如果你只要是 升級成專業版 專業版一個月可以有1G的量 但是專業版要付費 但是我也跟各位講 專業版其實也有幾種小方法 是不用付費 你可以短暫一兩個月 升級成專業版 就是你可以去推薦 推薦人家使用 比如說我推薦誰的Email 比如說我推薦 那個王先生的Email 我把它寄給他 推薦說用Evernote 然後呢 他在用Evernote的時候 你是剛開始 我們會有建立帳號嗎 他建的帳號 也是用Email的建的話 馬上你會獲得一個 叫做10點的點數 這個10點的點數 就足以讓你一個月 就是你可以用一個月的專業 可以嗎 OK 好 好來我們先講 怎麼傳給人家 在 來像我們這裡 你看我們這個 在就是 你看這是一折一折 我們的那個 我每一個都把它弄新記事 我想到什麼 或者是我把它Copy什麼 我都把它弄成一個新記事 然後在這個 每一個記事的瀏覽當中 你往橫的方向切 橫的方向轉 你是不是就可以看到這個 有沒有 可以看到這個 其中就有一個叫 升級至專業版 好 升級至專業版當中 他會給你講幾種方法 你怎麼去升級成績 專業版 有些呢 他當然這邊會先講說 有哪些方式 那個專業版有哪些功能 那這邊就有付費的 好 這邊就要打信用卡付費的 然後購買 那事實上呢 來看一下 我先切回上一頁 這邊就有一個 你看我切回上一頁 突然就這邊有一個 邀請好友加入Evernote 一起獲得免費專業版 你看 推薦好友加入即獲得 10個Evernote的點數 馬上兌換一個月的專業版 你要不要馬上兌換 也可以不要馬上兌換 等到你覺得 你不用用的量 突然今天 我找到 我想到很多資訊 或者我瀏覽很多網頁 那個我要抓那個網頁資訊 我要趁今天 我有找到他 趕快把它抓下來 可是到空間不夠 趕快升 這時候升級成專業版 他就從你那天升級的 那一天開始算起 30天 你就可以傳1G的量 了解嗎 所以呢 你就可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去邀請好友 然後看看 誰 你就把對方的Email打上去 但是對不起喔 我們班都已經註冊了 這邀請沒有用了 趕快看看誰 誰有的 趕快打他的Email給他 然後 有機會碰到他 跟他講說 這個很好用 我教你怎麼用 趕快註冊 你就碰到10點了 可以嗎 了解嗎 OK 所以這個地方 先請各位 我先給各位一點時間看一看 那等一下我來講 我會裝那個網頁版的 也就是說 這個要裝 只有裝在電腦上 裝在電腦上 那個PC 或者是你的桌上型的電腦 裝好了之後 你以後瀏覽網頁的偶實 你覺得這個網頁的資訊不錯 暫時還不急著看 或者是看了之後又怕忘了 你可以把那個網頁的東西抓下來 存成你的記事 可是他抓下來 不是抓成一張圖片喔 網頁上面的文字跟圖片 超連結 全部保留著 在你的記事裡面 OK 所以很好用 待會我們再來介紹 所以請各位嘗試一下 你趕快去看看你的通訊有沒有什麼 然後去邀請一兩個好友 然後看看下次 常見面的同學 你下次去邀請他 然後教他 怎麼用Apple Note 你就增加時間 好嗎 好來先各位操作一下